今天要给黑黑好好地洗个澡 他皮肤面现在已经控制住了 很多伤口已经好了 然后给他洗个澡好看一点 因为他身上的伤口会疼 所以用硫磺罩给他洗 硫磺罩扎得不疼 洗出澡之后就会很漂亮 然后昨天有个姐姐提醒我 说小徐你给他下次喷药的时候 别喷蝶蝠 喷那个油腩白药 然后我今天买了两个油腩白药 一定要给他喷油腩白药吧 我先给他洗个澡 用的是这个 硫磺罩 硫磺罩不是也是杀菌的吗 杀菌充满的吗 这是人用的硫磺罩 用硫磺罩洗 它扎得不疼 如果用药洗的话 它可能会扎得疼 所以就用硫磺罩给它洗 把身上好好清洗清洗 是不是第一次洗澡啊 有点害怕 不用害怕我跟你说 洗澡是对你好 越洗越白 天气不冷啊 大家不用担心狗狗冷 我们在这温度老高了 32度今天 舒服吗 洗的 狗生第一次洗澡 啥感觉 不用动 不用动了 咋了 害怕 乖 好乖的 越洗越好 好不好 越洗越白 越洗越白 又不让我洗了 当天还那么听话呢 又不让我洗了 现在 不听话 不听话不是好孩子 我跟你说 不是好孩子没人爱 听话一点还是好孩子 不听话就没人喜欢你了 我跟你说 你是希望大家喜欢你还是 你看他这里的毛已经长出来了 来 镜头近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里的毛已经长出来了 这里当时没有剃毛 这是长出来的嫩毛 当时这里都没有剃毛 看看 看都长出嫩毛了 但是长满毛的话 毛长好的话 估计还得两三个月 皮肤边本来就野重 本来就野重嘛 野重的话 所以长毛也很慢 洗完澡身上就不会那么恐怖了 看上去也舒服了 不过也好看 一定要一会儿洗完给他吹干 吹不干的话会 得到他的皮肤面更野重 所以一会儿一定要把他皮肤面 把他皮肤上的水给他吹干 他这种狗的话 还不能用大吊吹风吹 只能用小吊吹吹吹 好了 好了 等一会儿吹的时候再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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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风最小了 这个风最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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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